Hello 大家好 我是BagBag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暗黑心理学的这本书 大家看到今天这条片都是公开片 因为在这条片出街的时候 我应该是在搭长途机 而YouTube那边就很烦 会员片是不能设定时间出的 就一定要人手按 所以BagBag我为了不耽误出片的时间 这条片都是设定为公开片 就可以按时出片了 事不宜迟 我们立即开始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的标题就是 外表改变 评价也会跟着改变 可能大家都听过 一个人的外表是怎样 不重要的 内涵才是最重要 但是说就是这样说 但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研究 就证明了事实未必是这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法则 叫做麦拉斌法则 他在说就是 当我们跟一个人聊天 相处 可能是新认识的朋友 那别人对我们的感觉 他怎样看我们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未必是 真的实质 我们说了些什么 说的内容 令到对方觉得 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 相反 这个研究就提到 其实人家对我们的第一印象 有55%都是基于我们的 可能是外表 表情 你的依着 而有38%是说我们 说话的语气 速度 而只有7%是实质我们 说话的内容 就是说你说些什么 只是占7%的成分 是构成人家怎样看你的 而超过9%的占比 都是在说 可能你的外表 你的表情 你的肢体动作 你的语调 是超过9% 大家想想 比如你觉得 我觉得我说的东西很有理据 但是人家可能对你的感觉 都是一般的 可能你的外表 你的表情 各样你谈话内容以外的东西 你都做得不好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人靠衣装 又或者你见供时 笑多些 说话的语气 速度平和 平稳一些 和善一些 而且也是 为什么 我做这个说书的频道 我觉得其实以一个 Podcast的形式 就是最好的 因为大家可以把更多的focus 真的放在我说的内容 但是 现实生活中的你 不知道你又放了多少的时间 在你说话内容以外的地方 例如是你的外表 你说话的语气 大家有没有花过一些功夫 好好经营 好好锻炼 这些东西 而不是单单是你和人说话的内容 因为内容 只是占别人对你印象的7% 我们开始说 初始效应 这个心理学理论 就是说 当我们对这个人 有第一印象的时候 之后那个人再做些什么 如果是和第一印象相反 又或者不相符 很可能 对方都会倾向信任 第一印象 多些 即是说如果第一印象 那个人已经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可能之后你做了什么坏东西 他都会倾向你有你的苦衷 也会帮你多些 又或者是他一开始觉得 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外向 又或者是内向的人 之后你做了一些相反的东西 他都会觉得他的第一印象是对的 我们最常用到初始效应的心理学理论 通常是你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又或者是你去见供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说你见供的时候 第一印象穿衣服要得体 要保持微笑 说话的语气是怎样 总之给人的第一个感觉 就很重要了 而且大家见供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想爆头 看看穿什么去见供好呢 穿什么顏色好呢 什么顏色的西装 什么顏色的裙 原来在色彩心理学方面 不同的颜色 都会给到人不同的感觉 大家可能都听过 例如是红色 会令到别人的心情激昂 有干净一些 蓝色就是代表着 内心沉着 可以提高专注力 而黄色就是令人心情愉快 和给到人一种亲切感 绿色就是大自然 令人感到安心和平静的感觉 而紫色就是给人一个高贵的印象 所以当我们选择颜色 去穿衣服的时候 其实除了视乎场合是什么 也可以看回你本身个人的性格 究竟是你觉得哪个颜色 会最展现到你自己 和书里面也说到 当我们跟别人说话 又或者看着别人的时候 原来我们的面的角度 都很重要 大家可能都试过 我们经常说有些人 对眼睛伸在额头上 除了是因为那个人说了些话 令到你觉得他很囂张之外 可能都是因为他的肢体语言 他的头可能经常都薄得太高 你可能会问 就是宾宾 那究竟我额高的头额多少 才叫做不囂张呢 他就说到 就是我们的颗颗 和我们下巴形成的角度 他做个研究就是 20度就是最好的 当然我不希望大家 用一个梁角器去量度 就是大概是20度 他就说30度 就已经是太多了 那最后 去到那个约会 又或者见面 面试的终结位的时候 那书里也提到了一个 叫做 事近效应 事近效应的意思 就是 一个会面 其实最重要 给人的印象的位 就是一开始 和最后 很简单举个例子 譬如 大家觉得 我这段影片说得好不好 可能最重要的位 就是我的opening 和我的closing 是做成什么 而中间我说的 很多时候 大多数人 都会不记得七七八八的 除非你刻意做笔记 去记住 那你就想像一下 假设你去一个interview interview 说真的 每个你正正常想的人 都撿得四次正正的 对吧 所以 通常opening 大家都做得不错 而不同面试的人 他们最大的分别 可能就是在closing的位置 所以最后 当对方问你 还有什么问题 要问 这个位置 大家可能就要找到 这个机会 去问一些正确的问题 从而留一个好的印象 给对方 那时间效应 有多能力 我说两句 去给你对比一下 你就知道了 如果我说 一个人 就是说 这个人 虽然很优秀 但是他也不听人说话 对比起 我反过来说 就是 这个人 虽然不听人说话 但是 他很优秀 大家看到吗 其实我对这个人 形容的这两个特质 是没有分别的 就是 他很优秀 和他不听人说话 但是 当我说的次序 不同的时候 你对这个人的感觉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大家看到吗 就是你的封锁 是多么重要 那听完今天这一集之后 不知道大家 是花了多少时间 在你讲话内容以外的东西 例如你的衣着 你讲话的语气 你给人的第一印象 这种种 你谈话内容以外 可能我们也需要花多些功夫 去练习这些东西 因为很可能 这些东西 正是我们之前 忽略了的东西 但谁知道 这些东西 才是人家对我们的印象 占超过九成的因素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 继续在会员那边 讲这本书 明天再谈 我是宾宾 拜拜